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樂 我想今天利用這個新年期間 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就是 我們這個練健美的時候 練之前跟練之後 到底要吃些什麼東西 到底要怎麼樣吃 那平常我常常很多人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教練 那我要練之前 我是不是先吃飽了再來練 還是說我練完的時候好好再吃一頓 甚至有的人就是說 我從今天中午到晚上都沒有吃 但是我來之前先吃兩個巧克力 讓我的這個身上的血糖升高一點 我來練才有體力 那到底是哪一個是對 到底是練之前 要練之前要吃蛋白質 然後練之後吃碳水化合物多一點 還是說練之前碳水化合物吃多一點 練之後再來補充蛋白質 到底是哪一個是對 還是說練之前蛋白質跟碳水化合物 同樣要吃 練之後蛋白質跟碳水化合物也是同樣要吃 到底是哪一個是對 那我現在原則上先跟大家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不管你是練之前或是練之後 你所要吃的蛋白質跟澱粉 兩個都是很重要 就是說 You need both protein and carbohydrate before your workout and after workout 就是你練之前跟練之後 蛋白質跟碳水化合物的射擊都是同樣重要的 那現在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練之前的時候 這個蛋白質跟這個電紋 就是carbohydrate到底要怎麼吃 那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大概我個人認為就是我所聽到的 這麼多年來二三三四十年來 所聽到的 綜合了大家的一般的說法 就是說你練之前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 你一定要吃一些 吃一餐附有這個蛋白質跟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然後這一餐的食物的重點在哪裡 就是說你第一個 你這一餐的一個半小時之前 運動前一個半小時所吃的這個食物 最好不要太多的脂肪 因為你吃太多的脂肪的食物 太油的東西 可能會停留在胃裡面很久 會妨礙到你等一下的練習 一個小時以後的練習 所以你不要吃太油的東西 第二個 就是你練之前這一餐 吃的時候順便要喝多一點的水 就是你水服要喝多一點 你等一下練的時候才不容易會抽筋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練之前這一餐 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質都要吃 不能說我練之前很餓肚子 我只吃兩個巧克力來 然後就可以來練 不行這樣子 那練的中間呢 有沒有必要去喝高蛋白 這個各說各話 很多種說法 但是有一個最基本就是 練的時候你要多喝水 就練習中間練一個小時 或你練兩個小時 或半個小時 這個中間你要一定要喝水 那這個水最主要不用喝到熱的 也不要喝冰的 喝冷的 cold water 冷水就好了 再來第三個 就是練之後這一餐 到底要怎麼吃 也是跟我剛剛講的 跟練之前一樣 你要吃這個蛋白質跟碳水化合物 protein跟carbohydrate同樣都要吃 但是這一餐呢 也是差不多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之後練完之後來吃 那你要吃這一餐的時候 然後你在剛練完的時候 很多人會選擇喝一個乳清蛋白 就是你練之後 你要讓你的身體的這個肝糖 你的這個肝糖 可能要補充一下你的肝糖 就是glycogen 這個肝糖要補充的話 所以你練過這一餐的話 這個 這個 這個碳水化合物可以稍微 澱粉質可以稍微吃 比其他各餐稍微多一點 再補充你身體上肌肉所流失的那些肝糖 那 這一個 要吃這一餐之前 你可以先喝乳清 然後我剛剛講過 這個乳清呢 最好是 Wave Isolate 就是分離式乳清 可能會比較容易吸收快一點 那 治癒店後的這一餐呢 你的 吃的話 這這一餐呢 最好是 能夠吃 比較多一點的碳水化合物 多一點的這個 澱粉質 然後讓你身體的這個生糖指數 這個 Glycemic index 這生糖指數可以高一點 讓你的胰島素 刺激你胰島素的分泌 spike incern 就是讓你的incernin可以spike 可以刺激你的胰島素的分泌 可以刺激你的胰島素的分泌 因為胰島素本身也是個hormone 也是個 讓你那個 組成這個肌肉 一個anabolic 一個hormone 也是屬於這一種的hormone 所以你 練後的這一餐 可以 澱粉質稍微吃多一點 然後這一餐大概也是 我剛剛在重複講一次 練之後 大概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之後吃 那剛練完的十分鐘左右 或十五分鐘左右 你可以先喝一下乳清 這類的高 高蛋白 先喝一杯這個乳清 其他各餐可能要吃少一點 就不要吃那麼多 尤其是你要減肥的話 那你一天吃五餐或吃六餐 其他各餐可能吃少一點 那至於你每天要涉及多少的protein 一般來講 我的書裡面 這在我的最新健美運動詳解裡面 也講過 大概平均一公斤的體重 大概最少要涉及到1.5 1.5公克的gprotein 才夠 1.5 如果你少於1的話 比如說你70公斤的體重 你一天吃不到70公克的蛋白質的話 那這樣可能對你的製造肌肉 可能就很麻煩 就沒辦法 那蛋白質每一餐 大概一天你吃三餐 四餐五餐 大概一餐看個人的體重 個人的這個消化 新陳代謝速度 大概20公克到40公克的蛋白質 然後這個電粉 carbohydrate大概是你的蛋白質的大概兩倍 大概也差不多差不多 50公克到80公克 每一餐的這個炭水化物 謝謝各位 所以這個今天很謝謝各位 我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回答一下這個 練前跟練後怎麼吃的一個問題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